大家好 我是陳叔倩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張我畫的九魚圖 這張畫大約是一尺半高到四尺長 是一張寫意的畫作 一共有九條魚 大家都知道 長長久久 這張畫雖然是角畫 但是大家現在比較細心看下去 會發現它有很多西方的元素 但是大家配合在一起 非常漂亮 我很喜歡畫魚的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魚 這張畫作就是關於魚 九條魚在游水 很開心的嘻嘻 但是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雖然有這麼多條魚 充滿了活力 但是同時又給人一個感覺 非常舒適 安逸 寧靜 而且顏色很漂亮 很柔和 很舒服 我住在加拿大的朋友 在夏天的時候 常常都可以在湖邊 小河流小山溪那裡 見到很多很多魚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去釣魚 去了一個比較遠一點的小城市裏 哇 那個河流大約只有兩尺高的水 但是看下去 整千上萬條魚 條條都有這麼大條 不過很可惜我一條都釣不到 我想它們已經吃飽了 不過呢 有一次我跟朋友去釣魚 是離開多倫多大約四個小時的小鎮那裡 反而讓我釣到幾條太陽魚和青口魚 很有趣 很有趣的 講到這麼多關於釣魚的事情 不如現在看看我這張魚的作品 那這一張是我心目中的彩虹雜魚 是一張寫意畫來的 雖然是寫意畫 但是呢 大家都看到 要用很多很多很多時間去畫的 不是一般寫意畫來的 因為我很喜歡畫畫 所以呢 我每次畫一張畫 我一定呢 是會很用心去享受每一個步驟 每一刻 每一秒 那你問我 這是什麼魚來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 是一種我自己的藝術創作的魚來的 那我呢 我叫雜感彩虹草魚 有時候呢 一些朋友去釣魚的時候呢 見到很多其他人釣了很多魚 我都會問他們 哇 你的魚是做什麼的 那他們跟我說呢 我拿回家煲湯 煲魚粥的 那雖然我不是一個魚龍署的專家 但是呢 大家呢 最好呢 都是去上網調查一下 或者打電話去魚龍署 問一問 在哪一個區域的魚 是可以放心的吃 因為呢 有很多魚呢 是污染了 還有呢 有很多細菌和蟲的 那大家 要查清楚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會喜歡我這張魚的畫作 我自己就很滿意了 那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如意吉祥 下次見啦 拜拜 那我們現在近距來看看這張魚的畫作 真是很美很美很美啊 惜朋友 有很多他人 有很多地方